立法院年后开议是未来政治攻防的主战场 六都百里侯领军地方立委征预算 那么其中以台北、桃园跟台中 这三个蓝营执政县市的声势自为浩大 今年大选这三都就拿下了17席立委 势必要为地方来争取更多的资源 提前布局2026 而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低调回应 开春后会邀请台北队来一块讨论 为选民们争取更大的权益 对我来讲也几乎算是全年无休 大家给我一点时间好好陪陪家人 安泰坐一下 大家放我一马 放假了 但台北市长蒋万安依旧不得闲 到警局发红包慰问基层远景 笑声希望能有空陪家人 2024大选结束后心情轻松不少 毕竟国民党地方诸侯 服选有功 台北台中桃园立委席次蓝天大鱼绿地 妈妈市长卢秀燕带领台中F4 还有严宽衡等人 夺下好成绩 应选八席中夺下六席 而桃园张山正辅选下 六席全雷打通通都上 台北市也不错 应选八席拿了五席 台北帮 桃园帮 台中帮 十七席 俨然成为蓝银铁三角 立院争地方建设抢预算 甚至已经在布局2026 六席立委都顺利的来过关 接下来大家在政治上的目标 当然是全力协助 张山正市长推动市政 在我们当选之后 他其实就安排了这个市府团队 跟六位立法委员 私底下的会议 跟我们做了大体的广泛的讨论 新国会三党不过半 国民党仗立委席次优势 地方包围中央 态势明显 蒋完安也透露 开春后首要目标 要跟台北队讨论 未来施政目标 开春之后 当然会邀请大家一起 讨论后续 我们台北队 如何来为市民 争取更大的权益 立法院是未来政治攻防中心 但都还没等到正式开议 已经秀到2026布局战略 记者参观李明洪 台北采访报道